目前什么原因呢 当然此刻讲这个可能还太早 但是我们看到空军少将 他在初步判断 他说这个战机当时在执行 20度大角度的投弹 但这天是并没有挂弹 它只是一个瞄准的训练 所以携带这个照样枪 进行照准的科目 那大角度向下是高速坠海 这个部分目前证实 没有任何的呼叫 不排除是机物 人为或是天气等等因素 当然以现在的时刻来讲 还在72小时的黄金搜救时间 所以还是以搜救为第一优先 那我要给大家看一个整理 就是说实话 生命很重要 没有就是没有了 你看看 在这张整理当中 是这个吗 对 从2016年我们看到到 对是这个才对 蔡总统上任以来 军机的重大事故 从2017年 我们现在看时间这么快 2017年11月 2018年2月 然后2018年6月 然后2020年1月 7月 10月 11月 2022年1月 你会不会觉得 念这个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 幻象 黑音直升机 F16A 黑音直升机 还有我们看到F51 等等之类的 到目前为止 总共还包括其中 参谋总长沈一鸣 八个人殉职 有没有看到 总共是19死 二失踪 当然失踪这么久 主要还是因为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程序 没有完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数字不止如此 韩兵你怎么看 我们的失事频率实在是太高了 你看2017到2022 才五年左右的时间 已经出现了八起事故 那平均一年要摔1.6架飞机 我们有多少飞机可以摔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当然现在查出来事后的结果都是 人为操作失当啊 然后航管没有按照SOP啊 好像都不是飞机维修方面的责任 可是问题是 这个如果真的都是人为另一数的话 那我们的训练就更重要 然后我们的SOP到底有没有遵照去执行 就更重要 可是我今天看到 就是前副司令他讲说 我们现在假设他讲的是正确的 就是他22个月只飞了60小时 那这个训练时数实在是太低太低太低了 因为你这样子一个月才飞三个小时 一年才飞36个小时 你知道曾经有一阵子 俄罗斯空军每年 一年的飞行员时数是50小时 但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们的精气崩坏掉了 没有钱啊 所以根本没办法飞 因为飞机每个小时 那个耗飞是非常非常惊人 他没钱所以没办法飞 那美军呢 美军一般的飞行员 大概是150小时左右 而且还是最近这几年 美军也是因为预算短缺 所以开始降低了 它的精锐飞行员通常是250到300小时 一年 我们一年才三十几个小时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不要告诉我说是因为共军来说 降低你的飞行时数 共军来你紧急升空 一样是你的时数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借口 重点是我们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为什么训练时数会减少得这么低 是没有飞机两拉飞 还是没有钱 还是其他的人为的因素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 降到这低到不可思议 对岸在1990年以前也是因为穷 所以他们的飞行时数也很低 但他们近年已经提升到100多 有了到200小时以上 那台湾应该现在还不至于到 国困民穷这种地步 连飞行员时数都没有办法达成 这个地步吧 所以怎么会训练 惨到这样一个阶段 我真的不太明白 这个国防部应该要好好说明清楚 那我们的失事率这么高 上次F-16在基隆港那边模拟乍射 然后后来撞山那次 后来被查出来 是航管整个出了问题 没有按照SOP走 连他规定对地高度都不知道 然后飞行员要求拉升 他塔台一直不准 到最后害他去撞山 然后国防部到现在 不愿意承担责任 在那边推卸 说这个都是飞行员 自己的判断错误 我们塔台早就叫他提升了 他有几秒钟的时间可以反应 什么叫几秒钟啊 那如果国防部本身 就是这样推托拉的 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这些飞行建议 当然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是觉得 我撑过国家要求的时速 我赶快退伍了 赶快去飞民间的飞机 我还比较安全 薪水会比较高 不是吗 那我们的人才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我觉得 每一次发生事故 都让我们大家非常痛心 损失的不只是钱 不只是财务 不只是精锐的战机 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才就不见了 所以每一次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从2017年到现在这八起事故 我们到底学到什么教训 到底检讨了什么 改进了哪一些方向 我从来没有看到国防部出来 跟我们说明这些东西 那现在当然这起事故 到底是什么 我不晓得 如果按照一般来说 他20度进行诈射 照准任务 因为他没装弹 所以他只是秒准那个地方 他完成这个动作 你可以找了 那为什么会直直摘下去 那他手又一直握着无线电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就出问题 还是他产生了空间迷向 因为有人拍到 他整个飞机是倒过来的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不晓得 然后不要告诉我说 是因为他太累太操 如果他每年只有 三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时务 他请问一下他要操在哪里 他根本没办法操 想操都没得操 所以这中间的问题 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当然现在是以搜救 以救人为第一药物 这是没错 但是 每一次我发觉国防部 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搜救的时候 失事的时候 我们大家当然以搜救第一药物 搜救完的时候 事故的报告解释是什么 他清描淡写就带过去了 然后大家也都忘记这件事了 等到下一次事故来的时候 又再来一次 整个无限循环 我们到底还要忍受这种东西多久 我们现在台湾这个 五年摔八架飞机 这已经低到跟印度这种国家差不多了 已经低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等级了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台湾会 我们现在招募飞行员就已经困难得要命 如果失事率这么高以后 有几个人愿意当飞行员 所以真的不要开玩笑 这是牵法动全军的事情 真的不要再闹 好 还没讲得好 虽然我们有提升飞行员的薪资 但是还是比不上民间 失事率这么高 说实话 以后谁愿意去当飞行员 你看到这个F-16V算是台湾目前空军机种当中 算是最先进的 在去年 有没有才没多久前 11月18号 蔡英文高高兴兴的带着笑容 举行了这个接庄典礼 有没有 当时还跟这个孙小雅合影 台美军事合作高调去宣传 那现在我们总共升级了142架的F-16V 全新购买的66架 我们是全世界F-16V第一多的国家 也是第一个升级F-16V的国家 而我们的战机经理排名全球前15名 而且你知道吗 F-16V的研发 我们台湾还支付了一些经费 所以其他国家如果要买F-16V的话 要贪还一些权利金给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好棒 但如果只是升级的话 升级就未必 你看你升级哪些项目 那个项目也是跟台湾没有关系 钱台湾拿不到 这个钱一进一出 到底什么概念呢 这个军方要不要摊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到目前为止 韩平讲得非常好 蔡英文任内是久人殉职 这个部分呢为什么 这个张延廷告诉大家 连岸紧张 连岸紧张谁造成的 连岸也有不紧张的时刻 也有共融共存 还互相互利的一个时刻 为什么那样的选择 我们不要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好 小福 小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